一年一度的盛世无疑是卡代山家族的豪华派对 这次的焦点落在了金·卡代山的六岁小公主芝加哥 Shitago West身上 为了这场盛宴 卡代山们足足准备了三日 网络上铺天盖地的宣传 家中则变身为一个主题公园 金·卡代山将她的豪宅魔术般改造成了布拉茨娃娃的梦幻乐园 处处可见粉嫩的玩偶 缤纷的气球 小巧的跑车道 充满童趣的冰淇淋车 甚至连地板都铺心了一遍 而芝加哥的模特梦也在一场布拉茨时装秀中得以实现 这样一场生日派对 耗资三十万美金 不禁让人好奇地问金姐 如今简约消费成为潮流 你家的派对为何仍如此奢华 芝加哥亲密地被称为芝芝 她的美貌简直是天生的艺术品 她拥有完美的头型 璀璨的大眼睛 五官仿佛精雕细琢的洋娃娃 与母亲极为相似 幸运地遗传了妈妈的美丽 而非父亲坎耶的特点 她被认为是卡戴山家族中最为优美的孩子 国际网络更是赞誉她为世界上最美丽的女孩 芝加哥生来就拥有明星发 从不畏惧众人的目光 堪称卡戴山二 零的升级版 她也成了金姐心爱的时尚配饰 无论走到哪里 总是带着小枝 因此 金姐对于女儿的生日派对 总是倾注了极大的心血 女儿的心愿是 妈妈 我想要一个童话世界 于是 芝加哥的一周岁生日派对 是以爱丽丝梦游仙境为主题 因客们必须身着各式角色服饰 穿越仙境入口 理达布置有草地 红玫瑰庄园 迷宫 以及一个弹跳城堡的奇幻空间 这一切都是特意搭建的 不用说 后续的迪士尼城堡派对 以及五岁时的HelloTT主题派对 都将豪宅装扮成了童话世界 金姐每年都会花费巨资 邀请众多名流加入 盛况据说 不亚于好莱坞的颁奖典礼 甚至有参加过的名流表示 这里的奢华远超过好莱坞 金姐女儿的生日派对 总是让人惊叹 每一年都有令人目不暇接的精彩 为了孩子的快乐 搭建一个临时游乐园是尝试 环球乐园有的 家里也能有 想要摩天轮 后院就能立刻搭建一座 享受一场远离城市喧嚣的烟火秀 或许是在比福利山庄的 奢华睡衣派对 为小公主们量身打造 甚至可以将价值10亿美金的私人飞机 变身为派对场地 一场生日派对的璀璨 金姐毫不手软 每次至少砸下50万美金 只为了每年都有新意 她对于举办派对的热忱 不仅仅是为了炫耀 更是为了女儿们能拥有难忘的童年回忆 上一年的圣诞 金家的庆祝活动 竟持续了整整一个月 普通家庭圣诞树的传统装饰 在金姐看来太过频繁 她要的是一片迷人的圣诞森林 拱形狼道上 一棵棵圣诞树错落有致 户外的极简风豪宅 在森林映衬下 犹如童话世界 任何人置身其间都会感到不自量力 更有甚者 洛杉矶的无血之地 金姐也要创造出白血矮矮的景象 她甚至专门建造了一个玻璃温室 只为模拟北欧寒冬月下的景致 每个角落都洋溢着真实的奢华 为了营造浓厚的节日气氛 整个12月 金姐请来了著名钢琴家 Philip Kourney 在家中弹奏 那美妙的旋律成了唤醒她和女儿们的沉重 而正是晚宴 她们比好莱坞红坎 总是戏剧性十足 孩子们有自己的公主团 而金姐则与帕里斯 希尔顿重温姐妹情深 在庭院中滑雪 现场的音乐 依旧是格莱美级别的制作人 Babyface呈现 在卡戴山家 节日的庆祝从未停歇 一个节日刚过去 又是另一个节日的开始 圣诞树的位置 很快将被小城堡取代 刘光一彩 在卡戴山家 绝非浮夸地形容 但你可能会问 金姐举办派对 仅仅是为了显摆财富吗 答案是 肯定也是否定 因为他们家最宝贵的财产 实则是卡戴山这个名字 流量不是永恒的 而彭玉卡戴山家族的下一代 自然是金姐肩上的重任 比如凯爷的宝贝女儿小西北 North West 金姐的长女 从小就备受宠爱 她出生不久后 就有了专属的造型式 金家的梦想 是让小西北在时尚界大放异彩 仅两岁 便登上了 哦 儿童版封面的荣耀 想象一下 一个孩童手持价值不菲的 十五万爱马士 随心所欲的作画 金家的大姐对此只能惊叹 哇 我的小宝贝 真是创意无限 得益于妈妈的栽培 七岁的小西北的绘画作品 已被粉丝誉为新一代莫奈 金大姐也从小培养她独到的时尚眼光 不仅是成衣 连同装都是高定 真是令人大开眼界 小小年纪 她的时装秀出席次数 甚至超过了众多明星 她的时尚观点也相当成熟 每一次小西北的接拍 无疑不成为八卦媒体广泛讨论的焦点 从街头封到钻石项链 无所不包 媒体盛赞 她继承了母亲的人气基因 和父亲的时尚感 然而 当她九岁时 身家巴黎时装周 并被评为最佳穿搭 我不禁想说 太超前了 随着小西北逐渐长大 她也立志 要在13岁前 成为一名像母亲一样的商业巨头 此刻的金家大姐 无不畏之自豪 无家之女 终将成长 不过 好景不长 网友们发现 她越长越像父亲 讥讽的声音四起 但卡戴山家族 没有时间停下脚步 随着小西北 开始展现才华 金大姐把培养的重心 转向了她的三女儿芝芝 芝芝自然是更加出色 不仅外貌上赢在起跑线 还继承了姐姐的衣钵 频频出现在时装周 背上铺天包 轮到她展示家中的高端玩具了 媒体更是夸张的预言 芝芝将成为北美未来的顶流 作为卡戴山家族的女儿 她们似乎注定要承受无尽的社交活动 更不用说庞大的家产了 据悉 截至2023年 金家大姐的个人资产 已超过17亿美元 约122亿人民币 然而 这样的财富自然也带来了争议 不仅一架私人飞机是常态 而卡戴山家族却苦恼地提问 难道花费亿万够得的飞机 仅用来击产吗 诚然 为何不可以呢 然而 事实上 争议本身就是一种独特的吸引力 不如说是公众的关注 将卡戴山推至高峰 不如说是卡戴山将家族运营至此 这种豪至千金 量产顶级明星的能力 以及一代接着一代地创建卡戴山的影响力 在全球范围内也属罕见 只要争议不断 利益就在涌现 卡戴山在派对上炫耀女儿 看似轻松 实则是在拥抱着流量的密码 这把密钥所揭示的 是无限的富贵 此刻 所有的非裔声音 都转化为金钱的世俗响动 自幼生活无忧的金卡戴山 因此逐步增重 面对体型的压力 她决定开始一段减肥历程 从曾经的微胖女孩 转变为性感偶像玛丽莲梦露 她的身材变化令人惊叹 那么 她是如何实现这一切的呢 让我们跟随她的故事 一探究竟 出生在富裕之家的卡戴山 随着年龄的增长 体重逐渐失控 一度被嘲笑的她 下定决心改变自己 开始了艰辛的减肥之旅 她聘请了专业的营养师和健身教练 并根据个人情况定制了详细的减肥方案 减肥过程中 她坚决放弃了曾经钟爱的高糖 高脂食物 转而选择了低热量 营养丰富的健康餐点 此外 她确保每日摄入充足的蛋白质 新鲜蔬菜和水果 保持营养平衡 在她的塑形计划中 经卡戴山遵循严格的运动方案和营养管理 她在健身房投入大量时间 有针对性的锻炼各个肌群 为了加速减肥效果 她还使用了瘦身霜 排毒果汁等代谢辅助产品 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帮助她成功减重 在均衡饮食与科学运动之余 卡戴山也致力于心态调整 她深知减肥不仅是生理变化 更是精神成长 她始终保持乐观心态 无论是面临挑战还是挫折 永不言败 每当遇到瓶颈 想到曾遭受嘲讽 并更加坚定了下去的勇气 经历长达数月的艰苦奋斗 卡戴山成功减去了17斤 收获了崭新自我 她的吸腰翘臀 满尿身姿宛若玛丽莲 梦露 引人注目 作为一名有影响力的公众人物 她的励志故事 舞舞着众人自强不息 昔日泡美 今日性感女神 金卡戴山以坚韧性格 和不懈努力 不写下一则蜕变故事 她证明 无论身处何种困境 只要持之以恒 就能跨越难关 迎接美好新生活 我们应当向她看齐 勇往直前追逐梦想 绝不畏惧坎坷 同时要关注自身身心健康 切勿以牺牲健康为代价 盲目追求心体 正如卡戴山所说 美丽源自内心的自信和健康 唯有全面发展 方能在人生旅途上行稳致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